安妮,剛才師傅安排我們吃的私房菜 那些師傅蝦大著不得了 台山蠔很甜 台山這個時候吃農家菜真是一流 不單止 還有,大家想看看我們剛才吃的師傅蝦 究竟由BB到長大成人的過程是怎樣呢? 就快點 右上角按鈕進去,我們拍了影片 大家馬上去看 有兩條影片 今天是年初五 我現在在哪裏呢? 很多觀眾粉絲就要我拍一拍 這是停車場,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是B2停車場 人車山車海 車山車海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就是珠海的山姆店 在一個珠海地方要印象城 其實這裏的山姆店被形容為 港車北上的終點站 為甚麼這樣說呢? 現在我當然不會拍車牌 但我目測到這裏的車 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 即十架有兩三架都是香港或者澳門車來的 所以一直被形容為,大家趕車北上 因為經港珠要大橋 回香港之前,是必須 所以我覺得差不多十架車 我估計都有八九架 一定會到最後來山姆店 掃貨,掃完貨才回香港 所以形容為港車北上的終點站 或者叫港車北上的終極 好了,珠海的山姆店 其實我在三年前已經拍過 煮的山姆店 當時是疫情的 我已經是… 我早知道一點說 你要介紹山姆店的香港KOL 我絕對是第一個 大家可以試試一下 因為山姆店對我香港人來說 真是挺過癮的 包括我是香港人 當時我和MAT過 當時我和MAT過 和Jody的兒子,小朋友 其實當時我經常來 我經常買水果 買很多東西 我們都在這裏買的 因為我們住在珠海 所以一直以來 沒有港車北上 都是來三母店 我們一向都會離開三母店 現在三母店熱潮 港車北上 這個三母店 珠海三母店 真是發達 大家右上角 大家可以按一下 三年前我博士 當時來這個珠海三母店 和現在的三母店 有什麽分別 還有當時肯定第一 就是大家辦 多值得看的 當時我已經是來這個珠海三母店 的時候 大家去看看分別 第一 大家現在比較一下 大家做一個比較一下 第一看 肯定就是沒有這麽多人了 我現在還沒進去 剛才停車場 差不多 已經九成的車位 還有一些角落 還沒拍 還有很多香港人 香港人 你知道如果港車北上 最後一站 就肯定會送多些貨 所以今次這一集 我不知道一集 或兩集 應該我進去看看 為什麽呢 珠海三母店 我以前是常來的 我就想試一下比較一下 和深奔進的三母店 有什麽分別 好嗎 還有有一些港車北上 可能第一次的 那你就值得看這條片 因為你港車北上 剛剛申請到 之前未來過珠海的 你都聽過我博士說 你最後一站 一定是三母店 OK 那你申請到港車北上 你最後一站 不是三母店 我又真的覺得 你整個旅途當中 真的有少許的欠缺 好了 我現在未進去裏面 這個珠海三母店 一樣是有這個 山母餐巴的 一樣是可以吃那個 熱狗啦 薄薄啦 山母店的漢堡包啦 已經排了大隊的 熱辣辣做出來啦 這個和深正的山母店 是一模一樣的 當然了 這個山母店開了很久 這個一樣是有攪洋蔥的 一樣是有攪洋蔥機的 一樣是可以介納的 這些無限汽水機 當然了 那些大堂啊 或者商場呢 是比起新的店 是舊了一點 但是呢 它是很豐富的 為什麼呢 大家知道這個山母店呢 它旁邊這個印象城 它旁邊還有一間很大的體育用品 可以看它用品 可以跟大家講講 所以大家來 廣車北上的時候 就不單止就是來這個山母店 好 我現在先進場 現在再開機 好大家提了 剛才說 除了大家記住 廣車北上 終極一站 除了這個山母店之外 旁邊有一個 其實我之前也是拍過片 右上角大家按一下 可以看到 迪卡龍 雖然香港人現在都可以開迪卡龍 但是這個規模是大 我想 你知道這裡是租金便宜 它是整棟來的 我想大去起碼也有五倍吧 如果像我一樣 甚至有很多滑雪 香港人很少運動 迪卡龍 賣滑雪的東西 很多滑雪 很多戶外活動 其實 這個迪卡龍 很值得來的 如果大家終極一站 又喜歡運動 提提大家 走迪卡龍 有對的東西 掃牌回香港 而且我比較的價錢 很多價錢 也比香港便宜 大家記住 這個叫做印象城 IN CITY 如果大家第一次來港車北上的話 大家記住 就這條 大家在導航那裡一按印象城 就來到這裏 Sams Club 這個是一棟商場來的 其實平時我來 以前我三年前來 就拍露天車場 因為那時候 真的沒有山姆店潮流 但是 時至今日 地面停車場都不被人拍 全部一來 就在地下停車場 有-1和-2兩層 OK 我這集 都講港車北上為主 OK 因為 你說港車北上 會不會說 登車車到深圳三武店 是不會的 除非你有 你有原因要去深圳突破 等等 你去深圳三武店 所以深圳三武店 多數都是坐地鐵過去 或者打車過去 或者那些購物團過去 這間霸王茶機 這是湖南的品牌 現在殺到來廣東 或者叫大灣區 這個裏面那些飲品 即是不要劇透了 它的奶 它的奶茶是特別不同的 大家第一次未試過 不妨試這個叫霸王茶機 很出名的湖南 我也是拍過片 我看能否刷到這條片 右上角都按給大家看 現在Youtube有一個好處 有一個功能 可以右上角有些按鈕 按下去看球片 通常迪卡龍門口 都一定有這些籃球場 香港的大家樂 小米 我帶大家同 這個是一個商場 一共是五層的商場 五層商場 所以大家來到這裡 我告訴你 你一定預分起碼半天 起碼半天在這裡玩 吃喝玩樂 行商場 吃東西 掃貨 然後開開心心地 回到香港 外面有些遊樂場 如果你有小朋友 這個大人小孩也適合來 大人有掃貨 小朋友也有很多東西玩 這個回復我三年前 我拍路甸停車場 然後有些小車子推進去 似足外國一樣 似足外國的家庭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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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在這裡 30塊也有 薄草蝦也有 這些車子都放在這裡 我這次用了一支新的武器 叫做 Instead Sunway Go Free 所以大家就看不到我的樣子 因為我要拿兩隻手出來 拿兩隻手出來 之後就比較一些產品的價錢 還有什麼新的東西 內雪的茶 所以基本上香港人想過來試的東西 這裡是有了 你一走進去其實是一個商場 商場的二樓 商場的二樓就是三武店遊口 OK 這裡一走進來就是二樓 你看到外面 嘩 人山人海 嘩 人山人海 嘩 人山人海 是開車為主的 深圳是坐車為主的 所以大家想到會有什麼分別 分別就是 珠海的香港 因為它有一部車 會瘋了 那麼掃貨 哈哈哈哈 是瘋了 那麼掃貨 所以走到旁邊的運動店 掃貨運動產品 這是迪卡龍 我還沒走三武店 之前走過三武店 不要從這裡吃泰家樂 哈哈哈哈 好 商場裡面很舒服 這個迪卡龍 這個迪卡龍幾層樓大的 大到飛起 這個就是剛才那個奶茶 霸王茶機 幾舒服 現在我用這個高飛拍攝 非常舒服 這個迪卡龍在三年前 我來到這裡 就是鄉下仔出城 即是港餐 我真的用這句說話 港餐 鄉下 很多滑雪頭盔 滑雪鏡 所以如果大家 現在最近開始去滑雪 如果想掃貨 滑雪衣服 香港沒有 香港迪卡龍 絕對沒有這麼多這些東西 OK 所有滑雪的用具 滑雪褲 全部 好 平靚靚靚 大哥 699 這些肯定是過千塊的 連那些護膝 這些 總之 很多東西大家在這裡找 我現在也要進來 這些滑雪庫 所以不只是香港 不只是日本 你來到珠海也可以 很多選擇 如果大家一開始滑雪 如果未熟悉就不要買這麼貴的東西 你不妨在這裡買一些護膝 買一些精細一點的東西 今集我不會走完整個迪卡龍 但我給大家看一看它大成怎樣 其實我上次的鄉下仔就是這裡 鄉下仔就是上次拿著貨 就要給錢 收銀堂 就被人笑 她說是沈先生嗎 不是沈先生嗎 請你把這些東西等到這裡 不斷堆下去 他們就立刻出生 在說三年前 他們立刻出了價錢單 現在我們每個人都知道可以這樣做 香港的迪卡龍都可以這樣做 但以前我真的傻仔 不是 我不信 等所有東西下去 接著就算了價錢出來 接著就在微信支付給錢 那時候是 在三年前我開始覺得 內地真的很進步 更加需要我積極 更加拍攝多些 因為內地人現在很喜歡露營 所以很多露營的產品 這裡很便宜 還有款式很多 最主要是款式很多 絕對有大部分的產品 大家在香港的迪卡龍是找不到的 我博士說的 不信你自己來看看 單車 現在內地的單車 是已經有很多選擇 以及進步了 大家如果要求不高 其實你初初想在珠海開單車 或者在內地開單車 都可以考慮這裡買單車 大家 你看看 這間迪卡龍是有扶手電梯的 是有扶手電梯的 整個商場 我不會走 下一集 如果大家想我多拍些迪卡龍 下面留言 下一集我多拍些 好 因為今集是三母店 先走出去 很多泳衣 好 好 我進三母店 好 一開始就進來了 門口有很多人在申請會 一進來就有試食 試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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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點拿得到 謝謝 好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 冬甩 這是甜甜的 這個 海綿糕點的這一款 很好吃 法式的這一款 對 真的是巧克力包裹的糕點 可以在這邊挑選 嗯 好吃 這個糕點 嗯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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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放 大家有兩隻手 好 不瘋狂試食 這個吃什麼 先试一下 新加坡传统? 美大河胡同 谢谢 原价198 现在124块钱 这个叫什么名字? 五福林门 叫做五福林门 咸甜甜的,有些椰子 有些果仁 挺好吃的 五福林门就是这个 拍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个五福林门 卖多少钱? 124块钱 怪不得我吃到肉松的味道 有肉松 我吃过肉松的味道 明显地这里的摆位 跟深圳的摆位是不同的 好,我今次就要看看 发掘一下有没有哪些 当然,我没可能是神仙 我没可能知道 我不敢说 所有我看到的 譬如,我觉得有些深圳的帽 好,这里有 因为我未必看齐了 但在我印象中 哪些有哪些没有 我会立即告诉大家 但不代表百分百正确 大家不要在那里 支持我 有很多观众很喜欢 我说错话 先带回头盔 一样 这里有很多电器 我想说 Costco的电器 实在是比三号店多 OK 很明显 很明显看到这里 只要价钱 大家自己再比较一下 但如果在香港那里 这个是85寸的东芝 7999 7999 85寸的东芝 香港人来到一定是看大电视 香港的大电视很贵 而且也不多选择 这个是东芝85寸 我也是85寸的 这个比较贵 12000多 大家随便看看 电器 我真心说 如果大家想买电器类的产品 Costco 而且Costco旁边 有托运公司 因为你不肯 就算港车不上 你也不用自己托返回香港 深圳Costco 最大优点 就是它那个地方 我坏它当时选择的地方 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掃地机械人 掃地机械人 这些客户 如果港车不上 就要买到摆车上 因为一箱 不是很大箱 如果大家买电器类 Costco是选择多 价钱都可以 看大家买什么产品 有些便宜 有些贵 大家最有兴趣就是看食品 食品 下一集 我现在要先掃一转 看看有什么特别 大家右上角再看一次 如果大家还没按键 右上角 我上三年前拍的影片 和一模一样的三号店 究竟和现在有什么分别 大家可以很过瘾 时光倒流 趁现在过年 最后要和大家先拜个年 因为现在出街 大陆的假期就放到年初九 还是年假来的 今年公祝大家 各位 包括我自己 今年希望整个经济环境 也好 大家步步高升 心想事成 因为我都知道很多朋友 很多香港人 都上一年比较辛苦 因为股票又不好 楼市又不好 楼市 甚至香港和内地的楼市都不好 做生意的 某些行业也有很大影响 所以去年 够想说 虽然开了关 但去年也是辛苦的一年 大家都是 怎么说 去年来说 大家都 没想过 打算开了关 应该是什么都爆升 什么都爆上 未达到大家的期望 希望今年步步高升 我跟大家 哎呀 两边都塞着车 我怎么做好 繞了两个圈 不好意思 我要出去出去 先妨礙人 有点混乱 这车已经开始了 那就是 报告公升 心想事情 最重要 大家都身体健康 那就是 大家一起 度过 今年 愈来愈好的新一年 OK 下集见 欢迎来到 vhome智能家居世界 什么叫做智能生活 iGrox Platinum 智能冷暖床育 暖又得 冬又得 还具备高温随满 控皮等功能 还可以监测睡眠质素 智能电动按摩床浴 还有按摩功能 电动梳法 这些就是真正的智能生活 vhome新一代智能家居店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